国际油价扣关百美元 引国内成品油价赢开年三连涨 车主加满一箱油将多花约8元 国内成品油价格迎来2022年开年以来三连涨 2月17日 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称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 自2022年2月17日24时起 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210元和200元 相关价格联动及补贴政策按现行规定执行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 这是继今年1月17日和1月29日后 国内成品油价格连续第三次出现上涨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涨前夕 据报道 英国市场及其北海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 16日达到每桶100.8美元 为2014年以来首次破百 而在最近几天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也在每桶96美元附近的高位震荡 关于2022年开年 国内油价就迎来连续上涨的原因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数据显示 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 国际油价继续大幅上涨 平均来看 伦敦布伦特 纽约WTI油价比上轮调价周期上涨 5.26% 受此影响 国内汽油柴油零售价随之上调 受近期乌克兰局势影响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月14日继续走强 并在尾盘出现拉升 布伦特原油期货和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 创2014年9月以来新高 截至当天收盘 纽约商品交易所3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 价格收于每桶95.46美元 涨幅为2.53% 4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收于每桶96.48美元 涨幅为2.16% 尽管15日当天受俄罗斯 释放出部分撤军等消息影响 国际油价15日一度出现较大幅度下跌 但16日纽约油价继续上涨 3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 上涨1.59美元 收于每桶93.66美元 就影响国际油价走势的各方面具体因素 隆重资讯分析师李文杰 对美日经济新闻记者分析表示 本轮计价周期内 国际油价强势未改 虽说美国对伊朗核问题谈判释放积极信号 但乌克兰局势尚未彻底缓和 市场依然担忧其可能带来供应中断的风险 供弱虚强的预期仍在延续 整体来看 本轮计价周期内挂靠油种均价上移 所对应的原油综合变化率在正向区间运行 开启本轮零售价上调窗口 本次油价上调后 对于普通消费者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 隆重资讯分析师徐文文对记者表示 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 这次调价后 车主们加满一箱92号汽油 将多花8元左右 按市区百公里耗油七挨奥八挨奥的车型 平均每行驶100公里费用增加1.2元左右 而对满载50吨的大型物流运输车辆而言 平均每行驶100公里 燃油费用增加6.8元左右 本次调价对于私家车主和物流企业来说 成本有所增加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 比起国内油价三连涨的局面 当前 国际石油市场出现的明显上涨势头 更加引人关注 据报道 美国普世能源资讯公司数据显示 英国市场及其北海布伦特 原油现货价格16日达 每桶100.8美元 为2014年以来首次破百 与此同时 国际黄金现货价格15日上涨 至每盎司1879美元 为2021年6月以来最高 未来国际油价是否还会继续冲高 对此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预计 从供需情况来看 欧佩克家闲置产能有限 实际产量始终未达增产目标 美国原油产量停滞不前 在需求较快增长的预期下 全球原油库存维持低位 油价仍将获得支撑 但当前油价包含了较多的地缘政治溢价 如果俄乌边境局势缓和 或者美伊核谈判取得明显进展 油价会有相当幅度的回调 广队